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溪大厂 有很多粉丝留言说能不能用锡子来制作一款刺激神器 今天的小溪就教大家用这个 伊拉罐 大家平常喝饮料的时候都会留下来 还有这个卡片 家里一般都有几张不用的卡片 这两种材料来制作一款刺激神器 首先我们把这个伊拉罐先拆下来 这是我之前拆下来的 大家在拆伊拉罐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手 因为伊拉罐很薄 然后又很分离 大家拆的手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卡片处理一下 拆成这一小段就行了 我们打把它修饰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挖个小孔 目的呢就是让它那个之后拆下来的伊拉罐条呢 从这边穿过来 挖个小孔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来处理一下伊拉罐的铝片 我们捡个小孔 我们捡个小条 做的稍微比这个卡片这边窄一点 然后我们修饰一下 让它周围不是那么尖锐 我们把这个伊拉罐片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刚才挖好的卡片 给它从这个口穿过去 大家家里有双面胶的话 可以在这后面给它粘住 我现在家里没有双面胶 我就用热龙胶给它粘上 这样弄完之后呢 我们用大火机给它烤一下 然后掰成一个夹子转 然后我们这边再烤一下 这样烧好之后呢 试一下看能不能夹住 在这边呢 我们向左折90度 大家家里有双面胶的话 就用双面胶给它粘住 我这边呢 用热龙胶给它粘住 然后我们在这个末端呢 给它向内折一下 折成这样就行了 我们左边的刺激承器就做好了 我们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用 我们再做一个右边 我们左右两侧的刺激承器就做好了 把它带上 看 效果怎么样 好 我们把左右两边的刺激承器都带上 我们测试一下 看效果如何 反应特别灵敏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没比那个用锡子做的刺激承器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记得帮忙 记得帮忙 点赞哦 帮助我 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也记得给我留言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记得数字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